Ready Go! 在寻找李磊家人的这些人中最为着急的还是李磊大儿子的老师孩子两天没有来学校上课老师很担心他不断的给孩子妈妈王美玲发信息打电话后来又找到孩子爷爷的电话还是联系不上他辗转又找到李磊的电话这回还终了 终于打通了 11月25日上午7时50分我用自己的手机给李磊打电话李磊接了 我说我想跟您了解一下李志恒这两天的情况李志恒这两天来没来学没有来学校跟他爷爷联系不上 您跟他爷爷联系一下然后给我回过话李磊在电话里愣了一下我以为他没有听清 我说了句我说的您听清了没有对方嗯了一声 然后我又说您跟他爷爷联系一下孩子有什么情况跟我说一声 对方说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 我给李磊打电话时李磊说他在外地但在哪我没有问 老师给李磊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孩子已经被杀害 李磊本人也逃往深圳 那么李磊是否承认接到过这个电话 他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老师的这个电话呢 你跟学校老师那个正经通过话没有 没有 我说这通话是什么呀就是说你这事已经完了之后 您学校老师给你给你打过电话没有 打过 打过电话就是说你跟老师直接通过话没有 老师问过你 问过 老师问过你什么呀 你说这孩子没上学呀没上学呀 啊 我都给挂了 你说你在哪了吗 我说我在外地呢 你说你在外地呢 那你就给挂了 那怎么按你刚才说的你出去都是关机的 那怎么这回老师一打就通了 真好一开机呗 他还真好一打呗 赶上他们碰了呗 你应该这么想 人家那老师没准一直在跟你打 然后你那会开机的时候 人家又跟你打过来了 你肯定是担心你们家孩子呢 是 老师没准 现在基本上都想不明白 老师找不到孩子肯定急呀 和老师的交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李磊对于自己孩子的死 居然显得平静 甚至漫不经心 是什么原因 让他对亲情如此冷漠呢 被告人 对以上公诉人宣读的证人证言 有意见吗 没有 辩护人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原告代理人有意义吗 没有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下面我宣读形式科学技术鉴定部分 总共十项 我一并宣读 鉴定结论证实 六被害人均信锐气 多次切割颈部 刺激腰不等处 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那么 李磊是否向外界传说的 有精神病 由于一时情绪失控 而杀了全家呢 先听听李磊自己是怎么说的 有人问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啊 觉得什么 反正猜疑的人特别多 你自己你觉得你有没有病啊 没有啊 没病啊 你觉得你心里有什么障碍吗 没什么障碍啊 没什么障碍啊 就是你平时你为人处事什么的 是不是有那种急躁情绪啊 还有那 我为人处事 基本上你要认识我的人 跟我成为朋友的人 他给我评价应该都挺好 李磊是否有精神障碍 公诉人当庭宣读了公安机关 对其所做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结论 鉴定意见 被鉴定人李磊诊断无精神病 2009年11月23日22时许 其实施违法行为时 处于生理性激情状态 动机现实 辨认和控制能力存在 具有完全行事责任能力 陈办长 关于刑事科学技术鉴定部分 备告人李磊 你对公诉人宣读的上述鉴定结论 是否有意义 没有 辩护人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原告代理人有意义吗 没有 请公诉人继续举论 审判长 下面向法庭宣读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 2009年10月28日所做的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 现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 黄村镇青城北区青城民园 北14号楼三单元2020 接下来 公诉人当庭出示了现场勘查照片 李磊将如何面对 他亲手制造的血案现场呢 不看了就直接给辩护人看 带领人还看吗 你带 我看 被告人你对公诉人刚才宣读的以上证据 还有出示的这个相关照片有意义吗 没有 辩护人有意义吗 没有 原告代理人有意义吗 没有 李磊不愿意再次面对血淋淋的凶杀现场 那么在残杀了六位至亲骨肉 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灭门血案之后 李磊内心是否有回忆的呢 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 你会怎么办呢 除了两个孩子 李磊自称对杀害家人没有任何回忆 但是在检察官提审结束的时候 他似乎流露出一丝遗憾 我家人就算销户了 销户的那不是你大行的 是 下辈子再怎么着怎么着 这他妈的当那头 带陪队去了 你有那什么叔叔用的吗 有 没玩呢 这妈活着都不如死了 走走走走 赶紧把枪响人找完了 你这个 你说挺好的日子 挺好的生活保护过 非要走这种极端 为什么选了这个极端 这不想没看吗 都想看了 不就没想这点来了吗 是吧 你说 李磊究竟为何想不开 他和家人之间有着怎么不可化解的矛盾 随着法庭审理的继续 李磊能否最终说出灭门惨案背后的真相呢 这些亲戚还将面临财产继承等复杂的法律问题 公诉人认为通过今天的庭审不难看出 李磊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危害极大 李磊一夜之间将关系最近的六名亲人全部杀害 被媒体所称为灭门案 一个家庭的覆灭 周围的老百姓人心惶惶 李磊的行为不仅杀害了亲人 对社会公众所信奉的人伦常理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给社会造成的伤害很难平复 公诉人认为 本案的起因是由于李磊自己性格偏执 不能正确对待与家人之间的矛盾 李磊的家庭原本幸福美满 其父母年纪不是很大 但是还有余力帮助李磊夫妇照顾两个孩子 李磊夫妇虽然比较年轻 但均有自己赖以生存的发展事业 妹妹李灿正在上大学 生活正在向其张开灿门的笑脸 两个孩子均是男孩 长得乖巧聪明 就是这样一个三代同堂 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在09年11月23日的夜间 在李磊的屠刀之下 沦为了最悲惨的人间地狱 公诉人认为 任何一个家庭都难免磕磕碰碰 与家人相处应该互相理解 多些宽容少些埋怨 公诉人当庭呼吁 人们以此为戒 理性对待矛盾和冲突 也希望通过本案的处理 警示世人 在遇到矛盾冲突的时候 多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 以免长期的积怨 最后 量成不可弥补的大错 最后公诉人建议 判处被告人李磊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李磊 你就自己的行为 是否构成犯罪 构成何种犯罪 进行自行辩护 请求法官早点判复处死 说完了 没有什么 这一切就赶紧结束了就完了 请辩护人就事实部分 而辩护人认为 虽然李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但是本案发生的深层原因 是由于家庭所事引发的 在被告与家人 朝期相处的日日里 由于各种原因所致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 各式各样的生活摩擦 甚至大的矛盾纠纷 而对于这样的家庭矛盾纠纷 如何去化解和避免 这不仅仅需要被告一个人的努力 还需要所有的家庭成员 共同去努力 也就是说 这位家庭成员 在生活相处中 应当相互尊重 多沟通 多理解等 逐渐去化解和解决 家庭所事所引发的家庭矛盾纠纷 而对于这种家庭矛盾的产生 和累积 我们不应把全部的过程 都归结到被告一个人的身上 辩护人认为 在本案中 受害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 同时 应该考虑李磊平时为人大方 乐善好施 认罪态度好等情节 恳请法院在量刑时 予以考虑 法庭辩论结束 现在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李磊你站起来 最后还有什么要跟法庭要说的 没有 我就投复合 本案暂时审理到此 现在休听 把被告人带下去 在庭审过程中 我们看到李磊一直表现的冷酷而决然 那么 这是不是他的本来面目 通过今天的庭审 他又是怎么认识自己犯下了罪行呢 庭审结束后 李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听审至此 李磊关于家庭积怨 引发血案的说法 似乎依然不能为常人完全理解 那么 案件背后 是不是还有李磊不愿说出来的隐情呢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跟我说 就是要当你之间 还有没有别的隐情 没有 没有 什么隐情 我们留意到 在前面的法庭上 李磊的叔叔要冲上前去打他 而李磊自己竟然纹丝不动 他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刚才我看你说要打你 是 我真想打我两下 其实我这 你也知道 我这身板我也隔着了两下 还不是吹我两下 我接受恨多了 我就是那意思 但是 我看你也是你也没躲 眼眉都没眨 不想躲 我就想打我两下 出事去 但打不着了 李磊说 他自知对亲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即便如此 这些亲人并没有抛弃他 上午人说的事 他们给我买的墓地 怎么能 家里边我俩说什么呢 其实还是想着我这人呢 就是那些里边 没看表面争气 其实那些里边怎么想的 当然多么的差不多 他们想着没准 毕竟怎么着也是一家人 给我买的墓地 将来以后死了 跟他们葬一块 我感觉算了 别葬一块了 我死了也不用人收拾了 还怎么着怎么着了 或许正是亲人对他的关心 让李磊的内心 重新反思亲情 我们知道 在此之前 李磊一直不愿悔罪 那么此时此刻 他有所悔悟吗 你觉得这个事 现在看来 你觉得还是你自己的责任 是吧 没有公共的什么 对 那你觉得责任应该是 他没有一些责任 还是责任全在你自己 全在我 跟人家没什么关系 还有什么关系 跟人家 你说人家跟你铺没关系 那肯定是无辜的 可是你刚才说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 老管着你 不是才给你压力呢 也不是说一点关系没有 自己玩就是想歪了 难过 自己想歪了 太冲动 冷静下来 好好想想这事 怎么着也不能干这事 李磊意识到和家人的矛盾 还是自己想歪了 而根源 还是和家人沟通太少 可惜 为时已晚 反正就是沟通少 沟通 沟通 时间多了 这事 淡化了 一点点 就见了 没有这事了 沟通少 就都奔在心里边 对 老憋着肯定是不成 早晚前 这事得出来 法院认为 李磊的行为 已经严重破坏了 人伦刚常 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 李磊的辩护人列举的 从轻情节 不予采纳 根据相关法律 判决如下 一 被告人李磊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 李磊赔偿奶奶杨振分 因儿子李汉潮死亡 造成的经济损失 五十六万六千零七十二点七五元 三 李磊赔偿姥姥周志分 因女儿向国华死亡 造成的经济损失 五十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元 四 李磊赔偿奶奶杨振分 姥姥周志分 因孙女李灿死亡 造成的经济损失 五十三万四千七百六十元 五 李磊赔偿岳父岳母 王金城 侯玉琴 姻女儿王美玲 外孙李志恒 李明杨死亡 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百六十九万一千一百一十九点五元 六 李磊赔偿奶奶杨振分 因处理六位死者 丧葬事宜 造成的经济损失 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四点五元 七 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志分 王金城 侯玉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李磊服从刑事判决 但是认为附带民事部分 判赔过高 就民事部分提起上诉 由于 宫敞 辞联赛 桑 赤 桑 辞联赛 永连联赛 明权